今天上一篇今天是色35号到44号 35号是一个深红色 这个颜色我之前在直播间也说过 35号跟36号是非常难做的两个颜色 这个颜色非常的深 然后现在是拍一层的一个效果 这个颜色建议大家多一点耐心 尽量薄拍三层 它的一个整体的雾感会更好一些 36号打开是一个黑色 大家不要吓到这个颜色真的太正了 所以说颜色色浆非常的饱和 它的颜色也很浓 打开基本上就是一个黑色的状态 这个颜色是比较容易拍出颗粒的 也是稍微多拍一到两层 然后每一层薄一点拍出来的 这个渐边效果就比较好 是一个葡萄色 深葡萄色 然后我拍了13层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颜色是非常推荐大家的 很特别哦 37号是一个单图也很好看的 37号这个颜色有点像 介于装红色和南瓜色之间 拍的话也是多次的去拍 最好是拍两到三层 然后38号是一个棕色 它的颜色跟07号不太一样 它的颜色会比07号更加柔和一点 07号拍出来会有一点点偏琥珀色 这个颜色不会 这颜色会更暖一些 然后雾感更强一些 会比07号更好上色一点 这是封层厚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放一个对比 右边这个是38号 左边这个是07号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39号是一个浅卡起色 这颜色 这颜色用来打底也非常好看 非常的好拍 一层的一个效果 40号这颜色有点像大象灰色 像这种浅色系都非常好上色 一层就足够了 41号颜色会稍微更浅一点 也是属于一个打底色系 这种色系拍出来就比较温柔 非常的适合用来搭配其他颜色做渐变 或者是上面再去撑粉 封层厚的一个效果 42号这个颜色要着重推荐一下 42号这个颜色我是对比99号调的 它拍出来的颜色跟99号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颜色非常的温柔 就有点像燕麦色 拍的比较浅的话 就有点像乳白色的打底色这种感觉 非常的好上色 一层的一个效果 然后对比一下 左边是01极白 右边是42号区别还是蛮大的 然后刚刚的三个颜色 上手的一个对比效果 43号是一个灰紫色 灰紫蓝色这种感觉 这颜色还是挺特别的 很好看哦 44号颜色要更深一点 喜欢紫色系的 可以多对比一下这几个颜色 这颜色也是非常的好拍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室内光线的对比 这个是室外光线的一个对比 剩下的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的颜色 竹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